接下来看到这是租屋族心中的痛呢 就是房东常常是以台电最高级距每度电价的金额来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而现在内政部租屋电费的新制上路了 规定这电费必须是以平均电价乘上度数来计算 那么如果房东是违反规定超收电费的话 可以处3到30万元的罚还 炎炎夏日冷气房绝对是最好的救赎 不过不少租屋族除了要负担高昂的租金 电费更是贵桑桑 为了让电费透明化内政部租屋电费行至上路 要求房东必须使之时收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房东跟房客在7月上 是按每度电来寄收费用的话 就只能参考我们账单上 每期平均的一个电价来做一个收取 那如果双方是没有约定说是按每一度电来收的话 那收取的一个费用也不可以超过我们账单上 总费用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也另外一个补充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关公社费用的一个分摊的部分 如果这个租屋处 它是没有跟台电公司做一个申办分摊的一个部分 房东也不可以来跟房客做收取 新签约的租客使用新制但不肃及既望 而新制也付了租客查询电费的诚意 如果房东拒绝不提供也没有关系 房客可以拿着我们的租约 向台电公司来做一个申请 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台电公司申请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就是 而你租屋处每一期的用多少度电 那每一度电平均是多少钱 那总费用又是多少 然后这个租屋处有没有申请公社的分担 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资讯 就会变成是完全的透明 那房客可以掌握得非常清楚 地震局提醒房东违犯新制规定 超收电费最高可处30万元罚还 如果还是不改正可加重处义 最高50万元罚还 那么今天这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